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院长文 大家好 院长好 大家好 院长好 想请教一下 因为民进党胜选之后 国台办的回应是说 台湾的前途要由选体中国人共同决定 院长 您好看这个情况吧 台湾人民用选票非常清楚地表示 台湾的前途就是台湾人民决定 而这一次蔡总统胜选连任 获得这么高民意的支持 更看出台湾人民坚定地守护民主 要过自由民主的生活 希望别的国家不要妄加说长道端 院长 因为蔡总统大胜 大家就说这次大胜原因 有部分是因为都内阁的执政是有感政绩 那就是您在学战期间 也是用了这个撞球感的简报吧 好像也是获得选民的一致的赞同 你怎么看你自己施政方 蔡总统拉抬这么多大胜 我非常感谢过去一年蔡总统领导国家 信任执政团队 而行政院在历任林全院长 赖清德院长打下的基础上 我们行政团队非常的努力 全体阁员很用功 并且获得立法院大力支持 才能做出一些成绩 我们已经看到人民用选票 给我们肯定鼓励 应该要继续加油 衝衝衝 院长有没有可能内阁 来改组微调这个部分 因为国民党立委点名几个经济的内阁 他们觉得表现的并不是那么满意 您觉得有可能来调整吗 内阁能够做出成绩 是大家分工合作 团队努力 同时也是 证明我们 随时反映民意接地气 那我们的团队因应 总统新的施政的目标 及过去我们一贯做来的 种种还要继续加油的各方面施政 我们要随时都是机动灵活 团队合作接地气 所以政策人士都是随时检讨因应 那我们未来是不是有 要打算要采差出来还是有其他的规划呢 竞标是市场机制 那我们对于汇率也会为人民严格把关 人民不会因为 标金的高低而担心汇率 汇用 而政府会就多出来的标金 会就5G的基础建设 及工艺施作 各个方面 收短城乡差距等 都会全面来关照 要让台湾的5G产业走在世界的前端 同时也要让先进产业服务面更为涵盖更广 这一方面我们会做全面的关照 院长想问一下 13号你是不是有到官邸去 那怎么跟小英这么谈呢 就是有提内阁董事这件事情 那以及在未来 有没有可能消美情委员 有没有可能入阁 或者是内阁有没有做微服的调整 这个我刚刚有讲过了 那从人民在选票选出来后 为了因应新的名利和对于蔡总统 又获得人民高度肯定得到连任的机会 我们基于对民意的尊重 并且让蔡总统在新的任期要开展新的布局 所以我依宪政精神提出总辞 但得到总统鼓励肯定跟未留 我们会继续穷 谢谢 520就会来实行